一名车主25年前买了一辆宾氏车 最近先是被警方拦查 接着又被人检举变造车牌 要面临扣牌还有最高4800元的罚单 结果一查发现都是因为后车牌 第一个英文字母R 下方一颗螺丝的生锈痕迹 远看就让R变成了B 引发一连串的车牌误判 到底什么情况 宾氏车牌明明第一个英文字母是R 怎么换到车尾车牌第一个英文字母 又变成B 让车主接连被检举变造车牌 R的下面有一个螺丝 那个螺丝的话在那个位置会造成误判 一颗螺丝存在什么神奇力量 原来车主25年前花了200多万 买了这辆1230的宾氏车 后来一次被警方拦下 直指车纹的车牌开头R 下方一颗螺丝容易被误判是B 要他把螺丝给拆了 没想到今年1月车主违规从中线左转 又被人录影检举变造车牌 就是有另外一位车主 无缘无故的就是被收到罚单 要求我说赶快过去那边解释 比对下左边是原车牌 螺丝还没拆 右边则是拆了螺丝 但明显留下生锈痕迹 不管哪一个远远看 真的很像英文B 加上这辆1230是早年欧洲进口车 预留的牌照孔跟固定孔位置不符 车主没填购牌照框固定 而是直接锁在板筋上 巧合第一个英文字母又是R 才发生误判情况 如果号牌有污损的情形 请依规定向公路监理机关 申领号牌使用 调位入口监视器来细部查看 发现前车牌是R不是B 警方经过查证 也确认是车牌螺丝生锈引发误判 所以变造车牌不是事实 已经乘报撤单 至于违规中线左转 还是得依法开罚最高一成八 借将张台中唱到